这个神探突然在别人家里大吼小叫 这歇斯底里的呼救把小黑吓傻了 并且还惊醒了对过的邻居 他...疯了吗? 原来老盖正在追查一起迷影重重的谋杀案 已经有两个四口之家先后惨死 卡夫一家死于家中地下室 警方判断是父亲杀害母亲和孩子以后 再用手枪自杀 然而一个月以前 米勒一家也已相同的死法出现在了地下室 最诡异的是 两家人当时都准备出去旅游 都在旅游计划的五天后被人发现失手 最为可怕的是 法医鉴定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 也就是说两家人在屋子里活了四天 这四天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老盖认为这是一起外人谋杀案 展开调查后 锁定米勒夫人的前夫为犯罪嫌疑人 前夫是家暴狂 并且米勒夫人再婚不久 所以前夫极有可能因为愤怒 而残忍杀害了米勒一家 恰好警方在昨晚抓获了前夫 并且还从前夫的衣服上 验出来已经死去的孩子们的血迹 最叫人难以置信的是 死去的两个孩子都是前夫亲生的 虎毒不食子 前夫真的会杀自己的小孩吗 此案一电重重 要知道前夫根本就不认识 之后死亡的卡夫一家 说他是凶手很站不住脚 于是老盖派博士审问前夫 博士刚进到审讯室 就被前夫吓得够呛 一番询问无果 这时博士注意到前夫还带着婚戒 这说明他还是爱着米勒夫人的 小帅与小美看不下去了 他们一起进来制止前夫 然而博士突然顿悟了 他说前夫曾经酗酒家暴 但后来因为赐责 就把所有的酒给倒掉了 并且前夫童年很惨 母亲因为酗酒而亡 领养他的家庭经常虐待前夫 后来甚至还发展为性虐待 前夫的旧伤被撕破 他差点落泪 博士问前夫有没有虐待过自己的孩子 周围都安静了 前夫认真的说他从没有打过孩子 接着前夫供出了事情真相 原来他刚到米勒家 就发现了倒在血泊里的四人 前夫看见自己的小孩死了 他顿时疯了 同时也意识到 警察一定会怀疑人是他杀的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前夫就跑路了 最后前夫说他发现小孩手中 有张等待上色的画 说完这一切 博士等人心事重重的离开了 前夫绝对不是凶手 另一边 老盖与小黑前往了案发现场 他一直很费解 为什么这家人没有反抗呼救 为了验证呼救效果 所以才有了最开始的那一幕 实验证明 只要含救命就能获救 但关键的是 这一家四口都没有出声 难道他们是哑巴吗 老盖与小黑来到现场勘察 老盖发现 死者的家虽然大 但只是徒有其表 这说明 这国人家的经济条件并不一定好 于是 老盖吩咐电脑妹 调查两户死者的财务状况 随后 老盖注意到了冰箱上的黑白画 这明显是小孩的作品 可是整张画竟然没有上色 事情透着点诡异 这时 小黑注意到死者家门出的狗门上 存有警报系统 必须有狗狗的特定项圈才能钻进来 否则将激活警报 并且警方来的时候 警报响得厉害 而且家里的门窗都锁得死死的 因此 凶手极有可能是借助狗项圈 从狗门钻进来的 回到FBI总局 老盖分析凶手控制了这家人 凶手隔离了家庭成员 威胁母亲不要叫 不然杀了小孩 威胁小孩不要叫 不然杀了父母 鉴于两起案子都和旅游有关 于是老盖判断 是死者身边的人所为 这时 电脑没查出来 卡夫加负债累累 丈夫的开销远超过收入 而妻子多次拜访一生 花了不少钱 并且 他还有这两个手机号码 这说明 妻子在偷偷帮着某个人偿还电话费 另一个手机的地址 锁定在华盛顿南部 这人会不会就是凶手 老盖立刻安排小组重拳出击 这时 老盖找到了一张画 他判断是卡夫加小孩的作品 一阵杂乱声吸引了注意 门口有影子在摇晃 小帅探手扭了下门把 是锁住的 让出身位 小黑即时出脚 结果刚进屋 小黑就拉胯了 原来里面呆着一只狗子 狗子大声狂吠 小黑吓得够呛 此时 一声口哨把狗子叫了出去 但门口竟然站着一个庞大的身躯 将此人抓回橘子里 发现原来这人正是卡夫加妻子的哥哥 哥哥有点弱智 没有能力打工 所以身为妹妹的妻子 一直偷偷帮着哥哥维持生计 至于这幅画 自然是孩子送给舅舅的礼物 一番询问过后 哥哥发誓 说是丈夫杀死了妻子 因为丈夫讨厌哥哥这种弱智亲戚 甚至曾经还说 要把哥哥关进笼子里 那天 哥哥只是想听听妹妹的声音 结果发现卡夫一家的电话被切断了 他误以为卡夫加在针对自己 于是哥哥怒气冲冲的找了过去 当时 哥哥看见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但是两个小孩都哭了 而自己的妹妹则在祈祷 妹妹用水语提示哥哥 可哥哥脑子不好使 以为妹妹在说快走开 于是哥哥离开了 离开以前 哥哥发现主座位上 有一个红发的客人 渐渐的 哥哥意识到那不是客人 那是杀害自己妹妹一家人的凶手 而且妹妹当时即时是在喊 快救我 想到自己渐渐害死了妹妹一家人 若知哥哥顿时疯了 这才有了开始的一幕 小黑分析 凶手身高不足1米6 否则是不可能通过狗门的 随后小黑进行犯罪测诫 凶手是男性 智商高 家境好 善于交际 有自信 会把受害者一家的信息 通通记录在案 并且有着严重的强迫症 这时 老盖从找到了两张图画里分析出 黑白画是凶手强迫小孩画的 为的就是自己的某种心理 小赛发现死去的丈夫都丢了婚戒 而凶手之所以执着于婚戒 就是因为凶手自己的婚姻破裂了 所以凶手留着死者一家伙四天 就是为了在别人的家里扮演丈夫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此时 电脑没查出来 这两家人的儿童医生是同一个人 然而这位医生竟然是红发女性 根据线索 红发就是凶手的特征 于是众人火速闯进诊所 一番交流之下 老盖发现医生平时业务繁忙 根本不可能抽出四到五天的功夫 去谋杀一家人 如此看来 凶手另有其人 结果 医生的男助手卡尔是四天轮休制度 此人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犯罪 觉察到不对劲 一众人立刻赶往卡尔的办公室 老盖发现门锁了 小黑及时出脚 毕竟他是开锁钻业物了 进到屋内 墙壁上竟然挂着死者家小孩的图画 卡尔正是狗门杀手 小帅立刻调查了卡尔的前妻 前妻说他也不知道卡尔的下落 不过一小时前 卡尔给他来过电话 在那通电话里 前妻听到了小孩的体哭声 一旁的老盖知道大事不妙了 卡尔正在实施犯罪 通过调查卡尔之前负责的家庭 老盖锁定了筹备旅行的敦肯一家 FBI火速抵达敦肯家 红热扫描内出现了孩童和大人的身影 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晚餐 如果没有救援 敦肯一家今晚就得隐恨地下室 FBI破门而入 妻子说卡尔抢了小婴儿去了地下室 老盖与小黑立刻进到里面 透过手电筒 他们发现卡尔是个挂有温柔笑意的男子 一番对质过后 卡尔直接丢出婴儿 好在老盖失手了得抱住了婴儿 而小黑虽然吃了一刀 但反手成功制服了卡尔 可是案子并没有完全破解 因为卡尔做事滴水不漏 任何DNA线索都无法证实他杀过人 目前的状况顶多判他个非法拘禁而已 好在老盖经验老到 利用放错死者的照片来挑逗卡尔的强迫症 卡尔果然注意到了 并且出声提醒 老盖好奇地问 你咋知道的 莫非这两个案子都是你做的 卡尔知道自己失言了 铁证面前 卡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可他的话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此时小帅从卡尔的办公室里 找到了最关键的证据 他拿出秀气斑斑的铁盒 随后老盖新手把铁盒反扣 里面竟然倒出来了八枚婚戒 也就是说 不止这两起案件 卡尔已经杀害了八个家庭 至少32条人命 以及八条狗命 这次老盖没能守住世界和平 但至少他把恶魔抓进了监狱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 喂 说的就是你 看完不点下关注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 好 好